二战打完后,被纳粹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陆续被释放,可是他们无家可归,尤其在波兰,还发生了杀害返乡犹太人的事件,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收留他们,只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区,说来这住吧,60万犹太人就跑去了巴勒斯坦,慢慢犹太人越举越多,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区域。 在决定去巴勒斯坦地区前,历史上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德国人,曾计划让犹太人定居到巴塔哥尼亚,在南美、西奈半岛、乌班达、马达加斯加,日本人还曾经希望犹太人定居,当时被日本控制的东北,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搞成,因为历史和宗教原因,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最有感情,毕竟这是祖上带过的地方,有自己的圣城在,还能用宗教凝聚人心, 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跟现在不一样,那是欧洲各地民族国家的意识觉醒,各国都觉得犹太人很难同化,所以各国都是反游的,尤其俄国下手狠,吓得犹太人往中修逃命,激发了德法对犹太人的排斥。 但是,现在大家只记得,德国人在二战杀犹太人,许多人并不知道,在当时的欧洲,几乎所有国家都排油,现在情况完全颠倒了,现在欧美谁敢输犹太人的,不是非的被骂死不可,连犹太人的身份都不能挺。 1896年,犹太记者赫茨尔,觉得自己民族在这样子流量,也不是个办法,就发起了犹太富国主义,说我们还是自己见过吧,要不去哪都遭人嫌弃,大家觉得这个主义不错,最开始有4万名犹太人跑着来定居。 1917年巴勒斯坦的实际化石人,英国发了个贝尔不宣言,算是默认了犹太人往这块地跑,二战结束前这里共聚集了60万犹太人,巴勒斯坦那块地并不是一个国家,而是一个地区民,原先归奥斯曼帝国统治。 奥斯曼被英法肢解后,英法吃得满嘴油,英国才接手了这块地盘,所以犹太人才有机会跑着来建国。 当时苏联为了拉拢以色列的工党,支持以色列建国,美国的金融领域都被犹太人完坏了,当然也支持有全球两位大佬站台。 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,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两个国家,一个是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,另一个是阿拉伯人为主的巴勒斯坦。 以色列拿到了55%的土地,约1.52万平方公里,阿拉伯人拿到了45%的土地,约1.15万平方公里,而且是附属的沿海地区给了以色列,平级的沙漠地区给了巴勒斯坦。 明明犹太人人少,阿拉伯人人多,这就不按人口比例分配土地了,而且犹太人算是外来人口,还拿这么多好土地,这让阿拉伯人十分上火。 其他姓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都反对这个决议,说这是在欺负我们阿拉伯人,耶路撒冷是我们阿拉伯世界的,我们不办,我们要揍死以色列。 我相信让以色列在中东建国,后面会发生什么剧情,美国的政治家是能预知的,但他们还是决定这么干,毕竟这也符合美国人的离岸平衡战略。 要在欧亚大陆中心位置放一颗棋子,就能阻止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国,也能打断欧亚大陆的连接,让中东陷入无休止的战乱。 就能威胁到欧洲,也能让中欧之间的沟通不那么顺畅。 1948年5月14日,以色列宣布建国,第二天,英国宣布不再统治巴勒斯坦地区,这里发生的事以后跟它无关,就在当天,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,伊拉克,里巴嫩,叙利亚,约旦一起发兵进攻以色列,第一次中东战争开打。 这次战争埃及出兵7000人,约旦出兵7500人,叙利亚出兵5000人,伊拉克出兵1万人,黎巴嫩出兵2000人,还有阿拉伯解放军和,阿拉伯拯救军1万多人,总计4万多人,另有131架飞机,121艘舰船,240辆坦克,140枚野战炮。 以色列这边,当时还纯粹是一些基础民兵,连国防军都没有,总计3.4万人,没有大炮,装甲车,仅有33架飞机和3艘破船,根本不可能守得住。 在巨大的军事差距下,阿拉伯联盟初期碾压以色列28号约旦的精英部队,就打得耶路撒冷救城的犹太人投降。 新成立的犹太人淡尽良诀,水都没得喝,眼看犹太爸爸受困,美国从5月17日就开始要求战争,双方停火,刚好苏联也同意。 在强国的干涉下,6月11日阿姨双方同意停火四周,以色列趁着这四周时间,疯狂买入大量武器,从美英法三国购买了大量坦克,火炮,轰炸机,轻武器,野战炮,巡逻舰等等。 在发动所有国民投入战斗,年轻的上前线还能动得去挖攻势,四个月时间军队发展到6至10万人,超过了阿拉伯联盟正规军总数的4,5万人,有人有枪有钱的以色列一波反杀,到1949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时,阿拉伯博家阵亡1.5万人,以色列只阵亡6000人,除加沙和约旦河岸,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80%的土地,共2万多平方公里。 阿拉伯国家承认战败,遭到沉重打击。 从以色列建国的这一天开始,中东就注定鸡犬不宁,之后一共发生了5次中东战争,总体剧情都差不多,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。 以色列一一击退阿拉伯人,我们平时感觉以色列强大到,可以横扫中东?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,是犹太人媒体宣传的结果,事实并不是这样。 历史上第一次中东战争,第四次中东战争,都把以色列打得差点亡过。 第四次中东战争时,开战6小时,埃军就突破了巴列福房线。 以色列的三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,几乎被全歼,300辆坦克被摧毁。 叙利亚军也在七天内突破格兰高地,以军阵险,包围了库乃拉特,开战后仅七天以色列国库已经枯竭,只能向美国求救。 美国再次在以色列最危机的时刻,挺身而出,米克松要求将一切能飞的东西飞向以色列,支援以军作战,出动了几乎所有的运输机,向以色列运送了将近3万吨的武器弹。 要,还直接为以色列军队提供卫星情报,将阿拉伯联军的动向报告得一清二楚,以军等于无限火力加地图全开,完全是作弊打法。 阿拉伯国家怎么顶得住? 这场战争从10月6日打到10月24日,18天结束,以军阵亡2838人,损失坦克840辆,飞机109架。 阿拉伯人被逆转,阵亡8446人,损失坦克2554辆,飞机447架。 埃及总统萨达特后来说,埃及不怕对抗以色列,埃及害怕的是对抗美国。 第四次中东战争造成了两大重要结果,一是1973年石油危机,油价暴涨,引发全球经济危机,从此日本下坡了的,十分在意跟中东国家搞好关系。 中国也通过卖石油小赚了一笔外汇,搞定了一批化肥肠和化仙肠,老百姓才慢慢穿得上的确凉的衣服。 另一个是萨达特想清楚了,自己弯不过以色列家,美国这个组合主动跟以色列和谈,引发阿拉伯世界滔天巨怒。 1981年10月在开罗阅兵时,几名士兵突然朝检阅台开火,萨达特身中竖枪而亡,阿拉伯世界对萨达特有多痛恨呢? 在他死后的葬礼上,一共有八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出席,但是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。 此后原空军总司令,应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,有功身为副总统的穆巴拉克,成为埃及的化世人,一直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才被推下台。 大家也可以从阿拉伯世界对萨达特的态度理解一件事,就是耶路撒冷,巴勒斯坦对他们有多重要,是一条不能碰的意识形态底线。 所以中国在各种国际场合,是理所当然支持巴勒斯坦的,原先负责带着阿拉伯世界,打以色列的是埃及。 这下埃及都和谈了,没了武林盟主,后面集体打以色列的事就搞不起来了。 中东四大国里面,土耳其用情不转,一下亲欧一下亲衣,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。 沙特跟以色列直接好上了,这两国能好上,主要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伊朗。 伊朗世纪埃及后,第二个非要告诉以色列的中东大国,号称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不该存在。 这几年闹得特别凶的伊核协议,主要就是以色列害怕伊朗研制出核武器,而搞出来的事是非非,这个事情很复杂。 牵扯的线索太多,要另写一篇文章,详细讲清楚才行。 前面这些讲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,跟以色列加美国的冲突,可以说阿拉伯世界基本被打破了,现在对以色列没那么尖锐了。 但以色列是天天骑在巴勒斯坦人的头上撒野,巴勒斯坦是不可能服气的, 这是没完,一直要对抗到底。 就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,巴勒斯坦一名19岁叫阿拉伯特的小伙子书也不读了,加入到了跟以色列不死不休的斗争中。 两年后他去埃及开罗大学念完了土木工程,并在这里成为了巴勒斯坦。 学生联合会主席,1959年30岁时,在科威特组建了我们今天在新闻里常听到的巴塔赫,组织全称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。 阿拉伯特开始投身翻译斗争时,另一位叫亚兴的大佬还在上小学,才11岁。 第二年,他在跟同学外摔跤时,不小心摔断了脊柱,这辈子就只能坐轮椅上了,亚兴学习成绩不错,曾被开罗大爱兹哈尔大学录取,但他身有残疾,不能前去读书。 就在家里自学,读了大量宗教、历史、政治类书籍,慢慢形成了对抗以色列的思想,加上他口才好,擅长演讲。 成为小学老师后,他的粉丝开始向学生家长,社会青年扩散。 他自己也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,找到了一批有共同志向的人,阿拉伯特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时,22岁的亚兴还在小学教书传道,看起来温温合伙的残疾青年,将来拉起来的队伍却最凶悍。 1965年,法塔赫积蓄了一定军事实力,正式冒出来对以色列武装反抗,要求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民主国家,在八国内部民生大政,成为当时的政治主流。 这时候的亚兴还在教书,直到1973年,才悄悄搞了个慈善组织,名义上是慈善。 实际上买了一堆军火准备稿式,到1980年代时,法塔赫和格埃及一样,发现自己玩不过以色列,冷静下来转变政策,主张以土地换和平。 我小时候常听到这个词,法塔赫也在阿拉伯世界得到了认可,基本大家默认把他们当合法政府了,也把阿拉伐特默认为巴勒斯坦的老大。 1988年,巴勒斯坦搞了个独立宣言,1989年,阿拉伐特正式成为总统,就在阿拉伐特登基前四年,亚兴藏军火准备暴动的时,被以色列发现了,将他拉进监狱关了一年。 第二年,以色列要跟黎巴勒交换,三名被俘的士兵,就把亚兴在内的1150名囚犯都释榜了,本来要坐穿老底的亚兴重见天日,发誓跟以色列人没完。 两年后,1987年,亚兴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反抗以色列,就是今天新闻上不时露面的哈马斯组织,这个组织通过向阿拉伯世界发起众筹,过去资源,毕竟亚兴几十年也积累了一批粉丝, 号召力不错,隔线在开开直播,都会有不少人打赏。 哈马斯跟法塔赫观点不一样,法塔赫认为只要能过日子,可以跟犹太人谈,哈马斯就激烈多了,坚持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,而且不择手段地搞以色列,比如用人肉炸弹发起袭击,用火箭弹劈头盖脸地砸以色列的城市。 阿拉伯世界觉得他们是反义英雄,比法塔赫更血腥,国际组织觉得他们下手太狠,把他们列为恐怖组织。 1989年以色列又把残疾人亚兴给逮住了,反正亚兴跑不快,判了终身监禁,亚兴这辈子眼看又要到头了。 没想到1997年,以色列摩萨德派了五名特工前往约旦,刺杀哈马斯政治部主任马莎,结果刺杀没成功,特工反而被申请了。 旧戏重演,哈马斯要求用特工换亚兴自由,以色列对背负人员一直很厚道,就叫亚兴写了份保证书,说出狱以后不准再搞自杀时爆炸袭击,把亚兴给放了。 差一句,摩萨德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通广大,以色列中东无敌,摩萨德无所不能,这些都是犹太人媒体吹牛吹出来的,吹久了,有些人傻乎乎就行,摩萨德其实也常把事情搞砸,其特工能力在世界上算二流,水平跟一流的CIA,军情六处,克格波,都有一定差距,大家要养成习惯,但凡是美国犹太人控制的媒体, 夸犹太人什么地方,信三成就好了,保证书这种东西,对亚兴有个卵用,一出门他就又开始搞人肉炸弹,2003年7月,哈马斯在耶路撒冷公交车上,让一名人肉炸弹引爆,造成21人死亡,2004年1月,又在加沙北部的埃雷兹检查站,发起人肉炸弹,当场炸死4人,哈马斯自我辩解说下手,他们有一个规则,就是只针对占领者,不针对其他人, 所以他们不应该算是恐怖组织,亚兴都对这些人坛表示了赞美,说这些都是我们干的,我们哈马斯领导人,希望成为烈士,我们不怕死,以色列对他反不胜反,2004年3月,用三枚地狱火导弹,将亚兴连人带以炸的本身碎骨,年68岁,哈马斯说我们要报仇,选了兰提系做新的化石人, 以色列二话不说,4月又用三枚火箭,将兰提系炸死,干掉亚兴后,以色列认为阿拉法特针不住场子,将它软禁了起来,亚兴刚死一年,阿拉法特2004年10月去巴黎治病,11月就死在巴黎,年75岁,2012年7月,世界媒体报道阿拉法特死因可疑, 说他生前医抚被发现,含有高剂量放射性物质坡,怀疑他是长期被人投毒才患病死亡,2013年巴勒斯坦开关验时,认识洛桑大学医学院放射物理研究所,提取了阿拉法特的尸骨样本,话样后说确实是坡中毒,现在推测应该是阿拉法特身边,亲近的人,在他的饮料,食物,盐药水或牙膏里投入了小剂量的坡,看手法,最有可能是摩萨德的杰作, 阿拉法特和亚兴虽然被炸死堵死,但他们留下的组织还在,不过法塔赫跟哈马斯的地盘,一天天在变小,而且因为政治观念不同,两派还处不来,中间相互冷战过几年,后来勉强弹劾,现在明面上是一个国家,其实巴勒斯坦内不是分裂的,这么小,一个国家还分成两派斗来斗去,各过各的日子,我们在新闻里常听到的两个名词,约旦和以西这块地盘,归法塔赫管, 加沙这块地盘,归哈马斯管,大家看上面这张图的土黄色区域,左边那一小块就是加沙,右边那一块是约旦和以西,两块区域是不连在一块的,是个奔割的,跟以前的东西巴基斯坦一样,两口子住都不住一块,还能算是个家吗? 这样的组织架构是肯定会分裂的,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,下面这张巴勒斯坦领土丢失图,以色列主要是依靠五次中东战争,以及修建犹太人顶居点,一点一点花了七十年,将这些土地吞下来的, 从建国到现在,以色列国土扩展了一万平方公里,第一次中东战争打完,面积增加了六千平方公里,阿拉伯送人头联盟,1967第三次中东战争, 做完叙利亚伊拉克,拿下加沙地带,之后,开始在其占领的东耶路撒勒,和约旦和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, 当时定居点数量超过120个,人口达40万,从法律上来讲,这些的属于巴勒斯坦,但事实上成了以色列的地盘, 现在巴勒斯坦,号称拥有加沙和约旦和以西,其实,约旦和以西早被以色列,用定居点的形式渗透成筛子了, 而且那塔尼亚湖,我小时就一直背得他名字,现在他还在台上试早,恨不得直接将约旦和以西, 化入到以色列国土,这片土地被吞掉几乎难以避免,约旦和以西的海关税收, 现在直接是以色列在控制,以色列收完税以后,转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, 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听话,以色列就不转交税款,约旦和西岸的公务员就领不到工资, 约旦和西岸名义上是巴勒斯坦国土,实际上早就是以色列的一个下属, 行政机构了,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就不一样,以色列封锁了不听话的加沙, 巴勒斯坦人就在埃及边界线下疯狂挖地道,靠着地道走私过活, 大家看地图就看得出来,加沙这块地实在太小,总共只有365平方公里, 比北京的海淀区都少了60平方公里,但是这里却住着308万巴勒斯坦人, 而大多了的西岸都只有270万人,含几十万犹太人,加沙这块因此人口密度极大, 生存空间狭小,但这块跟西岸不一样,是归哈马斯全权达里, 算是地球上仅存的,真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府, 这里的人常对以色列搞袭击,以色列干脆把加沙围起来, 再靠陆地的一侧,修了高达10米的围墙, 靠海南一侧5公里以内可以打鱼,出5公里外以色列海军, 就可以把巴勒斯坦的渔船击沉,活生生把加沙围成了监狱, 只在陆地上设了5个检查站,每天定时放一些巴勒斯坦人, 去以色列那边来往,这样严密封锁,导致在加沙生活的巴勒斯坦人, 七城火在贫困县以下,可以这么说,加沙是不屈服的, 巴勒斯坦人最后一块阵地了,因为以色列修了10米高的围墙, 靠墙300米以内就会被射击警告,加沙里面的哈马斯就只能搞山炮, 火箭弹远程打击,闭着眼睛扔过去就行, 这种山炮好像1000多美元一枚,便宜管购, 以色列就布置了铁穹系统,一枚三四万美元担接山炮, 这个系统还可以计算出火箭弹,发射地点的三维坐标, 以色列飞机可以赶着过去轰炸,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袭击向来是10倍报复, 哈马斯敢扔火箭弹,以色列就扔导弹, 炸毁他们怀疑的加沙城建筑,而且通常不是一撞两撞, 通常是几十撞一起炸掉, 最近大家看到的那个巴勒斯坦人, 加利被炸的视频是以色列的惯常手法, 加沙里面人口密度大, 杀太多平民不好向国际社会交代, 所以以色列这边会打个电话, 提前通知撤离,再用导弹精准炸毁, 说实话,如果不是因为有国际社会盯着, 按以色列的性格,早把袈裟血洗了十几遍了, 最近巴以发生最近七年来最大的冲突, 最早的起因不是什么阿萨克清真寺, 而是以色列又在耶路撒冷驱赶巴勒斯坦人, 一寸一寸向东耶路撒冷渗透, 算是以色列的老手断了, 巴勒斯坦人受不了了, 就聚集起来视为抗议, 5月7日的时候, 以色列警方攻击清真寺里的有点躁动的巴勒斯坦人, 致使上百人受伤, 5月10日又袭击了阿萨克清真寺, 造成305人受伤, 巴勒斯坦人不如的群情激愤, 法塔和这边都快混成以色列小敌了, 没什么动作, 但哈马斯可是要刚到底的, 就在11号隔着10米高的围墙, 发射了1000多枚火箭弹, 以色列展开暴富, 当时就杀了36人, 包括12名儿童, 哈马斯一目之下继续扔火箭弹, 到现在一共扔了2000多枚, 造成了以色列这边8人死亡, 100多人受伤, 以军用空袭和大炮还击, 造成8帮126人死亡, 950人受伤, 包括31名儿童和20名妇女, 看最新的消息, 以色列正在往加沙地带大批条坦克, 过去, 双方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, 其实这一次巴以冲突的源头, 细节并不重要, 重要的是, 巴勒斯坦实在太弱, 其实已经就站在亡国亡种的边缘上了, 以色列就是明目张胆地一点一点, 将巴勒斯坦的国土侵吞下来, 将巴勒斯坦在地上揍, 这次不起冲突, 还有下次, 下下次, 哈马斯虽然手段狠毒, 被国际社会化成了恐怖组织, 但他们毕竟是反抗议, 色列的最后一致力量了, 没有哈马斯, 巴勒斯坦直接可以从世界地图里抹掉了, 在巴以冲突中, 很容易分清强弱, 但很难将哪一方简单化归到政协, 因为本质上是两个国家, 两个民族在争夺生存空间, 如果巴强已弱, 估计现在这个局面也差不多, 阿拉伯人也从来不是擅长, 估计一样将犹太人摁在地上揍, 巴勒斯坦想要生存, 但他们只有那么可怜的, 365平方公里的时空国土, 后腿就是死亡, 以色列人也想要生存, 他们为什么怕伊朗发展核武器, 怕得要死, 因为他们国土面积狭小, 只有2.57万平方公里土地, 没有战略纵身, 几枚核弹就被炸完了, 也有亡国的危险, 所以拼命侵略别人家的土地, 也是想活下来, 现在确实是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达, 但从长远来看, 我反而觉得以色列会很被动, 因为以色列的生存, 全靠美国在背后支援, 而美国国力下降, 已成不可逆转的事实, 美国衰, 则以色列亡, 以色列那么点人口和土地, 不可能战胜阿拉伯国家的包围, 有再多3-5核核弹也没用, 没有美国的后勤, 导弹迟早打完, 人口迟早耗尽, 阿拉伯国家, 慢刀子割肉都可以耗死以色列, 现在伊核协议就要恢复, 伊朗裁员已宽, 一定会将大量武器和金钱, 输送给繁衣武装, 以色列这次欺负完巴勒斯坦, 后面就要过苦日子了, 没有一家容易啊, 世界新闻里, 各个国家都表现得这么残酷, 动不动血肉横飞, 动不动炸成肉木, 不过是为了活下去而已, 要知道一个人, 一个家庭, 一家公司要好好活下来, 都已经这么不容易, 又何况一个民族, 一个国家呢?